笑死了 原来胡歌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然后呢 我妈又觉得不太合适 然后呢 又为了这个尊重我爷爷 她就改了一个和柯差不多的这个字 叫胡歌 胡歌这名字天生自带长辈吧 不管谁见了都得叫声歌 这给老郭羡慕的 都想改名叫大爷了 你是真会提名字呀 不管谁叫他都是胡歌 胡歌 你让我就改成叫郭大爷 但没人知道的是 其实胡歌差点就不叫胡歌了 当年他刚出生时 第一个名字是爷爷起的 而这个名字只用了一个月就被换掉 他们说你小的时候那名字起的 特别好玩 是 很有医学价值 是这样 这普通话听起来吧 就没什么 叫胡歌 一个木 一个可以的可 对 胡歌 胡歌 也挺好嘛 柯寓一个人品德高尚 代表了长辈期待孩子 能成为事业和生活 受人崇敬和欢迎的人 显然胡歌的爷爷很有学问 而且胡歌这个名字叫起来 好听也顺口 怎么看都不觉得有问题 那为什么要换呢 这就牵扯到方言这块了 可能很多人发现 自己的名字用普通话念起来很好听 但如果用方言 意思就有些微妙了 尤其全国各地方言多种多样 一个名字用不同的方言叫出来 可能意思都不相同 而胡歌这个名字 就是中了方言的读 胡歌的祖籍是上海 从小就跟家里人说方言 大家叫他名字时肯定也用方言 而胡歌用上海话说的话 就是 五粗 就是富歌 对 在上海话里和富歌是同一个发言 相信上海朋友听到这个名字 已经笑出了声 这就跟上海人很少有人叫陈金婷一样 用方言念出来 再直译成普通话就是神经病 胡歌妈妈跟你们心情一样 觉得这名字实在不太文雅 尤其是个男孩子 又不做富科大夫 好好的叫什么富科呢 所以胡歌这名只用了一个月就改了 而胡歌妈妈为了尊重爷爷 就换了个与柯相近的歌 不得不说这个名字起得相当成功 直接让胡歌占了几十年的便利 同样被名字误会了 还有国际巨星成龙 很多人知道成龙原名陈岛生 可为什么他儿子姓芳呢 事实上成龙的祖籍是安徽无辜 原本就姓芳 他的父亲叫房道龙 在抗日战争打响前 他们一直生活的南京 后来又搬去台湾 乡党 澳洲等地 由于房道龙身份比较敏感 便改名为陈志平 所以成龙出生后 就跟着一起姓陈了 直到许多年以后 成龙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事 于是回到安徽认祖归宗 而按照老家的祖谱 他的名字应该叫房世龙 因此房祖明出生后 就跟随祖姓了 这可能是刘德华最愧疚的一次 因为一个名字 竟将七巡老人告上法庭 一直下来都很想知道 到底刘德华板压是什么东西 但是一直下来没机会看到 也没机会知道 2010年刘德华起诉了一家板压店的老板 声称他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 要求对方撤下店铺招牌 并注销商标 无良商家冒用明星名声开店的情况 一直屡见不鲜 所以人们认为 这起案件肯定很快就会落下为目 然而没过多久 事情的发展却来了个两际反转 刘德华不仅撤销起诉 还亲自公开向老板道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事情的起因 全部源于刘德华一个好事的粉丝 当时有个小伙去四川旅游 路过某地时发现有家板压店 名字叫刘德华板压 小伙当时很猛 琢磨着刘德华远在香港 怎么会跑着开家板压店呢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小伙走进店内一探究竟 后来他才发现 这家店虽然挂着刘德华的名 但跟刘德华毫无关系 就连招牌上的照片 也只是一个老头 小伙见店里生意很火爆 不由地生起气来 他认为老板这是故意 打着刘德华的名号招摇撞天 于是立即拍照取证 并写了封信寄给刘德华的经纪公司 刘德华知道这事后非常气质 自从他出道以来 几十年间接到过无数代言和广告 但他为了形象全都选择拒绝 只把精力放在主治工作上 没想到如今一家小小的饭馆 近光明正大的用上他的名字 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的 为了制止这种不良行为 刘德华第一时间联系了法院 几天之后 远在四川的刘大爷收到了一封厚厚的信件 看到律师含上的警告后 刘大爷简直一头雾水 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遵纪守法了一辈子 怎么还跟大明星产生纠纷了呢 这件事传开后 很快引起各行各界的广泛关注 有人说刘德华大提小做 也有人说刘大爷不道德 在铺天盖地的谴责下 刘大爷的板牙店生意日渐颓败 直到后来有记者上门采访 刘大爷才到处委屈 原来刘大爷店名里的刘德华 并非香港那个刘德华 而是他自己 没错刘大爷本名也叫刘德华 他如今已经七十多岁 他出生起这名的时候 刘德华还不知道在哪里 至于板牙店的名字 他已经用了三十多年 并且在儿女的帮助下 早就注册了商标 拥有全套合法的手续 是绝对受法律保护的 而他的店铺除了名字 跟刘德华沾点关系外 从未利用明星效应招揽过顾客 当地的老顾客都可以作证 刘德华知道这时候 才终于反应过来 自己是被粉丝的一面之词误导 好在一切不算晚 刘德华撤诉之后 不但公开向刘大爷道歉 还借机给板牙店做了播宣传 经过一段时间的缓冲后 刘大爷的生意逐渐恢复正常 小健健 小健健 I'm sorry was that did she s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 sorry was that did she say little bitchy bitch 世磋统持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m sorry was that did she sa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